一天爆发院内感染三人确诊的台北某医院 新北市长侯有一次爆料新北受影响人数累计已达六人 否认侯有医院内感染说台北市卫生局强调 院感范围仅限部分楼层 这六人虽然曾到该院看诊 但地缘关系不等于英国关系 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则爆料 其中一名确诊者为非法逃一外劳 双北各说各话暂停一天记者会的台北市长柯文哲 则是来到了万芳医院视察 并要求医护人员紧速完成第二剂疫苗施打 尤其是陪病看护也不能遗漏 为了解决看护缺疫苗问题 控制也下令要求尽量已打过疫苗看护服务病患 以避免院内感染扩大 这双隔报道 第二剂疫苗 arness达 vot 簽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